也没关系啦,比如你丢到上面再下来,或者你把你的网站压缩成ZIP压缩起来,再传会比较好 不要整个资料夹,因为整个资料夹,我觉得我们下载下来再看会比较好 OK,大概是这样,那佼佼的时间是下个礼拜 你有多少就交多少 OK,画面还给我一下 尽量嘛,反正就是复习复习,不然这些东西说真的很快就会遗忘了 而且其实我这边已经尽量用很简单的方法,都图形化界面了 如果你忘记的话,没关系啦,回头,把那影片RepeatRepeat,然后画面再看一下看一下 其实就是综合应用,其实方法都是使的,你的创意是活的 所以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发挥你的创意 慢慢的话,把它做出来之后,给别的人 别的这个亲朋好友用一下 像你说我们前面不是有做一个类似相簿功能,你可以把它做成相簿,可不可以啊 做DM可不可以啊,你把人家scan好的东西 放在手机里面,这个感觉应用起来,其实也 已经是大大的一步了,然后再配合像QR Code 要跟各位讲过嘛,你要产生QR Code,让人家可以去scan 安装,对不对 那感觉又不一样了,其实下个世代你的竞争力啊 其实都是要透过 新的工具,你就会有新的市场 新的商机了 但是你如果一成不变的话 很抱歉,那些旧市场其实就没有 像你说不要讲DOS啦,你讲Windows,你现在开发Windows,现在好像也没什么要 开发Windows,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兴趣 比较可能还有兴趣的,可能开发那个网页,web版的,不过web版现在好像感觉也慢慢 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了 反而你要跟人家讲那个App,讲云端,人家可能还比较有那个感觉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 那我上课的东西内容说真的 目前来说在网路上面,应该 还算是蛮新的 还有一些新鲜度 所以 各位可以 这个多多 我想多多复习,多多回锅啦 当然这个技术里面不只是只有 这样的开发方式,我讲SDK有那个Java的SDK开发方式,各有优缺点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全部通通都可以把它 靈活应用 那这个 当然就有一片新的天空 等待各位去开发了 因为这真的 需求 其实是存在的 而且需求的转移很快 一下子 比如说最早期从DOS转到Windows 那也是 瞬间的 大概没有 一两年 马上全部都换了 你说现在还看到DOS 你看不到DOS 那么Windows又整个又全部搬到那个 Web上面,这也是没多少 没几年的时间 那Web要整个全部搬到那个App,我看也没有很短的时间 只要硬体环境成熟 其实很快 那作业部分 各位在 尽量在下个礼拜 看能不能交 交一些 那如果没有办法全部交,你交个 代表座 然后 最最慢 最慢 下下礼拜一定要交 因为我们 今天 离 陈国长好像还有两周了 所以 尽量 不要 晚于下下礼拜 21号 应该 还可以 下下礼拜 先至少交一点东西 下下礼拜以前呢 对